了世紀,天鹽如星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土耳其人對上高面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先來介紹一下紅方選者的文明 是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火器單位 特別的厲害 他擁有免費的化學 而且土耳其人的火槍柄可以在城堡時代 用這個城堡進行生產 土耳其人的蛙筋也是速度有蠻快的文明 速度提升20% 應該是蛙筋速度最快的文明 他的弱馬也有高遠防效果 而且他的弱馬也可以自動升級 但取而代之,他的槍兵跟毛兵都是不能升級的 所以土耳其人玩起來是非常需要黃金 一帶斷金就沒有舊的文明 土耳其人的後期可以轉出馬功也是很適合的 他的馬功有拇指環也有安琴人戰術 而且血量可以高達100滴血 血量最多的馬功文明就是土耳其人 好,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文明 是高麵人 高麵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義次元農田 他讓他的食物獲取非常快速 他的農田效率或許應該現在是文明排行第三 第二名應該是波蘭 第一名可能會是斯阿夫 斯阿夫跟波蘭到底誰一十二 其實我現在也是不太清楚 那高麵人他這個義次元農田的特色 就是農田不需要把肉類放到神聖中心裡 或是放到模仿 直接就可以獲得肉類了 所以高麵人的後期經濟其實也是不錯的 那高麵人後期主要是打這個毛相夫 還有這個奴炮 還有自己的大落馬重裝騎士為主的文明 那步騎作戰來說的話 即便沒有三級的工兵 這個步兵鎧甲稍微會弱了一些 那高麵人來說還算是一個蠻強的文明 北京後期也有強奴 但是沒有拇指環 那也沒有火槍 他也有火槍兵 但是他並有火炮 所以後期真的到了非常非常後期的話 唯一的缺點就是沒有火炮 所以他的中後期 多多可以使用巨型投射機跟這個重車 這個重型衝車去攻擊敵人會更好一點 那這場比賽也是蠻特別的 我們台灣的職業選手Sorakuma 遇到了viper 這個我們公認的世界冠軍等級的玩家 那我們的台灣現在可能是第一或是第二 不一定 那應該跟Z40一樣 都是我新名中並排第一名的職業玩家 那我覺得Z40其實也蠻強的 但他在天空熊跟Z40單挑的情況下 好像是天空熊在賽事中拿到的這個 勝率好像更多一點吧 所以也可以說天空熊是 現在是目前台灣第一也不為過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地形 天空熊的地形看起來是要一個大圍 會比較好守一點 先把這個左邊的地方先圍起來 但情況會一漏在外面有點麻煩 這邊再稍微一下 這邊再圍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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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 然後這裡就直接布韋 VIPER他是一個很喜歡布韋家的職業選手 他也是唯一一個可以布韋家 然後就可以拿到職業冠軍任期的 職業玩家 該怎麼說呢 VIPER他有點太依賴自己的反應速度 去布韋家這件事情 讓他有點最近的勝率有點往下掉 在這個職業賽事裡面 很有可能 待會可能也在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或是強迫自己 一定要去多多注意這個小地圖 或是注意這個自己被燒了的可能性 但真的說實在 布韋家真的是太困難了 所以現在連HERA他也是 開始會回家 有點遇到VIPER 遇到VIPER就是一個圍死 然後就開始搞VIPER 所以VIPER最近很難拿到這個世界冠軍的原因 就是這個原因 最主要是他的這個打法 被HERA被摸錯透了 你們知道這個防守進攻 對VIPER來說 是一個比較難打的一個策略 天空熊這邊直接抓掉VIPER的一隻村民 三隻肉馬開始往前 現在有一村的優勢 但是天空熊這邊有TC Delay將近13秒的時間 可是村民宿現在也看起來一樣 現在MAP居然是0TC 這個TC完全沒有閒置 好 好 這邊抓一下 找不到 好 直接被關起來 哎呀 天空熊走進了一個死胡同 被高敏這邊剩下的肉馬 全部解掉了 七隻肉馬 暗得是有點多了 OK 那天空熊決定要這邊大為一波 哇 把這個家裡全部正面圍死 好 這裡轉出來是槍兵跟肉馬 那這邊的黃金可以正常的挖掘 好 能夠戳到嗎 看起來有點難戳 好 VIPER果然只圍了正面 真的是小圍小圍 他的個性 感覺他在後面甚至不圍 笑死 我的預想是他這邊可能會圍死 然後鑽住手正面就好 但他現在開始也會慢慢圍加 以前是完全不圍 現在是至少會小圍小圍一下 還不會完全到圍死 那我真的覺得有圍死還是有差 VIPER圍死之後 他的勝率就有提升一些 但他說他不穩的原因 最主要是要訓練自己的反應速度 兵他年紀 就是跟我差不多老的 好 所以 要一些方法讓自己訓練自己的遊戲敏銳度 反應速度又夠快 才可以繼續維持在這個世界冠軍的寶座上 天空熊這邊補下城堡賽 兩邊城堡賽相差大概20秒左右 告別這裡補下了瓶種跟馬鎧 天空熊這裡是走馬鎧目線 先點了瓶種跟異貢 待會馬鎧等著也會補 這裡又可以拿到異村 應該沒問題 哇 這邊又偷賺個異村 天空熊穿速稍微領先了異村左右 這裡肉馬繼續打 有品種的關係優勢非常好 三千百百一有品種喔 但最主要是槍兵喔 這裡有兩隻槍兵戳掉了非常多的肉馬 前方補一個房子 卡下位 天空熊補下了耕種技術 圍死 右邊再圍一下 OK 其實出來了 肉馬這邊有點尷尬 一升到城堡時代 肉馬直接變成了輕騎兵 而且遠房還會多加一喔 天生自帶一點遠房 這個效果 讓他去騷擾敵方城鎮中心 或是針對對方的戰毛病的時候 相當好用 坦度非常坦 甚至要打對方搶我 也可以拿來稍微用一下 比去遠房真的是高啊 高的程度是有多高呢 比這個騎士的遠房少了一點而已 這個概念 騎士的天生防禦是2加1 那他現在也是2加1 而且他現在是有這個天生的防禦力也好 好像沒有比騎士還要拆 好像是比騎士高了一點遠房 對 我記得輕騎兵天生也是2加1 但是他到了重裝騎士喔 覺得再更談一點吧 這邊 B推了回去 好 駱駝回去 現在是有幾隻呢 五隻駱駝 結果Viper轉出來是毛象 不是毛象夫 奴炮象 奴炮象這個單位 需要大量成型喔 才會比較好用喔 適量太少 其實不太好用 所以他攻擊力看起來跟騎士一樣 實際上用起來不太容易 好 現在左右兩邊 Viper有點被騷擾到囉 這邊村民一直在走來走去 沒有辦法正好好的伐木 好 正面有一隻駱駝被燒翔掉 現在天空熊使用的策略 是要用奴炮象去壓制 Viper這邊的 不是駱駝啊 用駱駝去壓制奴炮象 好 那天空熊補架了一級的馬凱 好 肉馬繼續繞 看能不能再抓到幾村 好 又可以抓到一村 小鎮 奴炮象直接上去 點掉了天空熊的兩隻老頭 哎呀 但是Viper的村民喔 已經是損失掉了一些了 現在Viper已經損失了七村喔 所以差距慢慢被打得出來 高免直層 不是直層喔 上層打奴炮象這件事情 真的是有點尷尬 太容易被一些東西給克制了 像駱駝啊 或是老頭 甚至槍兵都有機會 雖然是有機會啦 只要輸張夠大 就可以包夾掉這種少量的奴炮象 OK 在一級殺掉了一隻村民 災村 哇 Viper被天空熊砍爛啦 看到天空熊要成為下一個台灣之光了嗎 世界冠軍 天空熊 有可能會出現在台灣身上嗎 上個月呢 澳洲高手 Shed Shed 應該是Shed Shed來台灣玩的時候 我有跟天空熊 還有這個雞腿 還有這個宜貞 這些世紀帝國的 老玩家們 一起跟這個澳洲 世紀帝國玩家 一起去逛了台灣 但覺得天空熊 看起來就是 眼睛越大 野神越死 每次跟天空熊出去的時候 都有一種 這傢伙看起來 是都很累啊 他當了職業選手之後 我又覺得 他的黑眼圈 跟他的精神狀況 感覺是實際上也不好 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 我們台灣的職業選手 天空熊 多給他一點鼓勵 他真的是有機會 成為台灣的 最強的玩家 也說不定 但我覺得D40也蠻強的 還要補充一下 D40真的也是蠻強的 天空熊這裡補下了 手推車跟二級的馬凱 這邊是3TC KANO 經濟配置是越來越好 再補下了一個 新的成人中心 下了王黃金 右邊的部分 開始燒戰 開始把這個地圖探明一下 VIPER這邊是假裝檢生物 但是生物又被天空熊給抓掉了 哇 天空熊這邊的多線打得非常好 這邊兩隻肉馬又再偷了一村 偷到了十一村啊 自己的主力是使用肉馬配上洛索 然後用老頭把這個血量給拉滿 現在VIPER現在一直被打村民的關係 現在有點稍微進入防守狀態了 好 奴炮箱的數量並不是非常多 奴炮箱要怎麼打這個老頭配駱駝騎士策略 其實我還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打 說不定VIPER有他自己一套的招式 我們就來看一下VIPER到底要怎麼秀 好 通常都對砲這個肉馬 還有這個駱駝騎士這種搭配 還有老頭 只單靠奴炮箱是不可能 除非你再用一些肉馬去後面留一下 然後再轉個什麼 槍兵啊之類的 就是直接鬼轉大象 這話可以考慮一下 但大象的話也是會被招搶 好這個奴炮箱直接往後拉打 但是城堡也是被蓋起來 我們好像是要來到了八隻 現在稍微有點傷害力了 好直接收進去再往前繼續輸出 哇這就是VIPER 細節做好 讓大象瞬間移動 不然就是VIPER這邊要自己也要轉一些老頭出來 進行反制 但土耳其這邊的優勢就是肉馬 相當好用 所以這個局面喔 對於VIPER來說 真的是 不太容易 這邊點一下地龍斯大的VIPER 該怎麼打呢 天空熊這邊將要來變成城堡打地王了嗎 前方也補了一根城堡 但是跟城堡不是補在高地 反正是補在更前方的低處 這樣會不會有被高打地的疑慮呢 待會地龍斯大 巨型球實力高打地 是有可能見到的 好這邊開始收村 把村民放到了房子裡面 左邊的肉馬 直接攻擊 挖石頭村民 這邊地方可能會多數刷寶 現在天空熊利用自己的機動性優勢 開始壓制VIPER 天空熊這邊點下了帝王時代 最終這裡木槍還是被打掉了 兩隻臭屏就被抓掉 等我炮相數量太少 打起來真是無感 好 肉馬再抓掉老頭 哇 天空熊讓 VIPER這邊的老頭 完全無法成形 好 這邊呢 繼續繞 升到地龍斯大 馬上產出了巨型投資機 從慢慢搬回來 現在VIPER有共四勝物 地龍斯大 升上去天空熊可能要夾一下 然後可能補工程器製造所跟大學 大學可能不用 免費的化學馬上可以產出火炮 進行反制 那現在的盧炮相呢 他其實是比較害怕這個投石車單位的 他現在 富含這個 托西米亞戰車的裝甲關係 所以他被砸一下 被這個投石車砸一下 也會被 好像被砸個70滴血 甚至高達D 可以高達快到100滴 所以土耳其這邊也是可以考慮 去轉出投石車去應對的 不管是不是土耳其 就是 只要你是有投石車的文明 稍微都可以處理一下 但土耳其這邊是只有清醒投石機 所以還是要去思考 到底要不要轉 或者是直接轉成火炮 可能會更好一點 畢竟他的火炮呢 新冠點下之後 攻擊射程也是非常遠 好肉麻繼續亂穿 哇 這邊 天空熊 擊殺掉了 viper 二十幾村啊 二十七村啊 viper家裡 完全沒有東西在防守 OK 正面城堡掉了 想要往前壓制 但是肉麻往前 給對手壓力 自帶升級的 薰壓力 輕騎兵往後 想要先擊殺掉老頭嗎 OK 老頭擊殺掉之後 再去解決掉前方的巨型投石機 然後收掉一台 第二台應該也沒問題 兩台巨頭被拆掉 OK的 好 那就把這邊的肉麻全部送光 駱駝正在升級 重裝駱駝 前方轉出來是奴炮 你居然用我的魔法攻擊我 哇 奴炮打奴炮 呵呵 那還是有一台火炮在裡面 好 火炮出來了 火炮打奴炮巷的效果 其實也是蠻好的 只要不要聚在一起 然後這有可能先串燒後方啊 但是前方駱駝上來 駱駝打奴炮巷的殺害群是很高的 這邊 奴炮巷本身也是七成 哇靠 這個奴炮直接重擊 到了大量的奴炮巷 血量掉了非常多啊 看來還是用火炮 更有 更有感一點 好 再回頭打個一炮 如何 但他這邊怕被串燒 趕快往後拉 好 Viper這邊就去給阿力 他這後方馬就已經蓋好囉 肉麻一直往Viper家裡送 打一個多線 這時候 Viper可能要轉槍兵 或是轉大象出來擋啊 他有可能擋得住 哇 這邊被砍掉非常多的村民 村民處下降只剩下83村 天空熊 這裡用火炮擠掉了一台巨型頭死機 後面的巨型頭死機 想要反制火炮 但是完全沒打中 好 往前奴炮巷 雖然也有閃掉火炮的傷害 但最後還是被打掉了幾些血量 肉麻還在家裡 繼續亂竄當中 家裡完全不管 剩下60幾村 黑洪熊這邊肉麻 抗箭矢能力太好 遠房7的肉麻 跟遊俠根本是一樣的 遊俠也是遠房7的 好 前方的毛相夫 解決掉了這些老頭 總解掉了老頭的問題 但這些肉麻還在串 這個城鎮中心怎麼射都是一滴血 這肉麻解了非常久 好正前方 駱駝直接往前 MIP打出了GG 哇後面這個大決戰沒有看到 只看到後面在突然開打 我們倒退回去看一下 這個前方怎麼開戰的 其實好像也沒什麼開戰 就單純駱駝往前跟A就投降了 好正面再往前 好火炮 出去輸出 正面虧不成狙 家裡也爆炸 VIPE被迫打出了GG 哇 天空熊 拿下VIPE的方式 果然是多線 剛才天空熊 針對VIPE的這個 激營策略 知道他的漏洞 就是不為死 那如果他開局 就把這裡為死的話 是不是 結局又不太一樣了呢 天空熊就只能從左邊進來 但左邊好像可以進來好像也沒差 他只是把馬就往左邊蓋 然後繼續往裡面送而已 那VIPE這一招 果然是被天空熊給看破了 你不為家 那我就多謝你 那天空熊這邊擊殺VIPE的村民 來到76村 天空熊只被殺了一村 這個村民差距有差的真的非常多 然後來看一下統計資料經濟 經濟部分 天空熊拿到了4萬上 資源上市贏了快1萬1 但是聖物分部呢 是拿到了4聖物 軍事方面拿到了1.4億的KD 擊殺害都村民 大部分都是村民的擊殺 那VIPE拿到0.71 那高敏這個文明 打奴炮槍真的是需要十足的勇氣 因為單一兵種 往往是很容易被克制住的 所以高手們往往都會走這個 多線混兵的路線 會更多 那目前看起來 高敏人這邊是要混點槍兵 會更好一點 高敏人這個文明 看起來是 純走奴炮上 還是太單純了一些 畢竟他也是有擊兵的文明 雖然沒有三級的步兵鎧甲 有一些槍兵在前面擋住的話 似乎是會更好的一個決定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再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